我们也鼓励大家挑战一下 跟着那个走 会真的走得到应该走去的地方 还是走一走就迷路了 在城市里面迷路了 对 变成都市传说的一部分 对 大家好 我是沃潮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上一集我们谈到战争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去避难 那也要配合政府的规划进行疏散 所以我要问一下大家 就你们知道要去哪里避难吗 或者是上次万安演习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做什么准备 有啦有啦 我躲在公司 我们要发款讯 要发那个 要发文 告诉大家 万安演习的时候 你躲在哪里 所以就待在他的窗户旁边 对 那其实演习的时候 警察会请路上的行人 尽快进入室内 所以像是便利商店啦 去城市 卖场 车站 或者是捷运站 就会有很多民众先躲在里面 对 因为我想因为天气那么热 如果被要求躲到 而且没有冷气的地方 给大家会 会疯狂 会疯掉吧 尤其台湾最近的天气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但不过问题就是 这些地方真的安全吗 比如说便利商店 就会有很大面积的 落地窗跟玻璃门 好像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 避难地点 所以民房关我什么事的 第四集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避难的主题 告诉大家要怎么 度过避难的时候 对 所以身为这个一般人 最想要知道的问题 其实就是 那我到底应该躲在哪里 是最安全的呢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到说 真的开战的时候 刚前一期有听到吧 就是如果开战的时候 碰到什么 空袭 碰到就是有 敌军的轰炸什么的 那你可能就会要去到 知道一个地方 叫做防空避难出所 那这个地方不是说 叫你就是 就是在躲在那边躲很久 是碰到敌军空袭 比如说听到空袭警报啊 或是遭到抛弃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可以要躲在这边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现在应该相对的常看到 就是有一种 一张A色彩色的输出 然后就是 看起来就是有一个人 然后好像往地下室走 然后一个红色的箭头 指向一个地方 就路上那些A色彩印的破破的纸 对对对 不过这个硬的 它的印刷的问题 我们之后再来讨论 实在是有点粗 但是呢 就是它可以大概指引说 你大概要往哪个方向 或有个箭头指向某个地方 到时候那个地方 有防空避难的出所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 跟着那个破纸走看看 看会去哪里 对 我觉得我们也鼓励大家 挑战一下 跟着那个走 会不会真的走得到 应该走去的地方 还是走一走就迷路了 在城市里面迷路了 对对 变成都市传说的一部分 对 好所以就是会有那种 是官方认证的 防空避难处所啦 会有那种 刚刚有帖子的表示 但是你可能并不是 哎呀我现在这边没有啊 我该走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说 像有些像车站啊 迁运站啊 或者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 它的地下室 停车场这种地方 其实也可以躲进去的 那当然我也必须要提醒大家 因为地下停车场 可能不是每一个 都有处够的通风啊 它的空间 可能不一定那么适合 所以真的躲进去 如果整阵的超多的时候 你可能要小心通风的问题 那是不是也可以去捷运站 比如说北极中节 高节的捷运站里面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补充 因为大家说 捷运站车站啊 什么很安全 重点是它是要地下化 对 如果是高架 或是平面的 没有那个 没有比较安全 可能有更多其他的危险 对对对 非常可怕 对对 所以反而更容易被攻击 所以是它有地下化的空间 然后才会有这个 防护 防空避难的效果 比如说有些火车站 对 而且它可能有些 这种车站 捷运站 它地下化的本身 就是作为防空避难设施 使用 因为它其实够大 其实有几个 像如果大家知道 台北车站的家室 其实VA上非常大 里面可以躲非常多人 或是你可以看自己顺便的 也许不一定捷运站 因为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也许是车站 如果有地下化 或是真的是看看 附近的公共设施 有没有想象的空间 防空避难的话 是要去防空避难所吗 那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避难收容所 或是叫做 暂时灾民的收容纠继站 这个概念不一样 因为你可能如果空袭之后 你看暂时没事了 它就会说 我出来 从家是出来 然后回家 发现我家被炸掉 那你要有个地方住 对不对 所以它可能 在政府可能就会公布 各个避难收容出所 或是一个收容纠继站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原本在政府的相关资讯 各个县市本来就预设的 很多都在学校 公立学校 公允的那种运动场馆 或是有些是室外 甚至是防灾公园 其实在每个村里 大概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空间 要去负责作为收容 家里可能受到破坏的人使用 OK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 防空避难住所 是暂时使用的 那现在某某讲的 这种是长期 可以让家里受到破坏的人 住的地方 防空避难就是那个瞬间 就是真的有空袭的时候 你就可以躲在那边 然后等到这空袭结束 会有那种结束的警报 你就可以出来 然后回归正常生活 但是如果你就是 你的地方被 住的地方被破坏的很严重 或是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 假如说你因为战争演进的关系 你可能要被撤到其他地方去 那你可能暂时就要住在 也许是类似这种 避难收容出所的地方 就会有这些学校 等等的地方让你去 我觉得大家其实 平常就要了解说 因为战争的时期 我们还是希望 整个社会的机能 能够正常运作 并不是说就是你随时 就是比如说 假设你住在中部 然后说北部开战 那我也要躲 我要躲到这个 避难收容出所 其实不一定要 我们还是希望 每个人能够尽量在这些 这个社会上维持 自己的工作 尽量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 所以其实维持 其实原本的社会运作 还是蛮重要的 那维持的前提 就是大家要对于 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该如何应对 有一定程度的概念 对 所以就是 刚刚讲的一些地点 防空避难设施 等等的 你可能要知道 因为你日常生活中 比如你住的地方 你工作的地方 或是你同情 或是你常出现一些地方 那个附近 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你不可能说 它不会空袭 只会在你家里的时候来吗 有可能在各个时候 都可能发生 要稍微记一下这些地点 这样我忘记一下 影片上更方便 那有什么地方 可以查询这些资讯呢 好问题 就跟APP 叫做消防防灾1.0 那1是那个 ABCDE的1 消防防灾1.0 这是政府出的一个APP 这也不是帮他打广告 所以他们没有给我钱 所以我们还是要 稍微讲一下他的坏话 我觉得他们功能 其实非常充足 它可以有透过那个APP 让大家知道 就是很多刚刚提到的那些 防空避难设施在哪里 然后最近的那些点 还有一些避难资讯上面都有 但是它的功能 其实是蛮完整 所以很复杂 大家如果下载之后 要稍微摸一下 习惯一下 你才可以知道 知道怎么用 所以你不是说现在 你听到就下载就好 你真的要摸一下 那东西怎么用 不然你可能到时候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你也没有网络的话 你也不一定当时能够用 所以你现在就要 打开来练习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公平行动指南 手册要有资本的部分 那当然知道 现在电子资讯都很方便 但是一定程度的准备资本 还是会有一些 方便的地方 而且还要提醒一下 你不能说只知道在哪 我知道在前面那个路口 OK 我知道那个地方 不是知道就好 你真的要去那个地方看看 也不是说就是你要破坏 然后破坏门锁 然后到那个什么地下室 是你要真的走去那边 然后看那个地方 是能够进去的 还是真的是 已经是堆满了杂物 这样如果真的 通常不幸的碰到空袭的话 你可以再比较一下 说那个点比较好 那个点比较差 你又可以排寻 你又可以去到一个 最好的防空避难设施 然后还有一个蛮重要 给大家的提醒 就是在这种紧急避难的时候 我们有教大家要标出 关键基础设施 要避开 那除了这些 关键基础设施之外 附近的医院啊 警察局 你可能也要标一下 标不是叫你去呢 因为你看大家会想到说 如果真的要 可能有开战 或是有空袭 我要想要去一个 安全的地方 什么地方让我 最有安全感 医院好有安全感 医院有安全感 不要去 医院请留给 最需要去的人 警察局好有安全感 对一样 你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个时候 比如说警察可能 要协助一些疏散 导引区 这个防空避难设施 等等 甚至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 你不要去给人家添乱 OK 所以请平常就找好 你应该要去哪个地方多 OK 就我们一直在 告诉大家的 就你知道自己 紧急的时候 该去哪里 该做什么事情 对社会的维持 秩序是很有帮助的 你把你自己照顾好 就是对国家 最大的贡献 不要造成别人困扰 就很棒 对没错 我们目标只有 不要造成就是社会困扰 对 那所以其实通常 防空警报想起的时候 大概会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躲到这些 避难的设施里面 那如果附近 真的没有避难点 时间上来不及 然后可能当下 真的找不到 比如说我如果 刚好只在家里 那我要怎么躲 比较安全呢 大家可以享有 几个重要的原则 但是可能每个 实际的状况不一定 但是第一个就是 钢筋水泥的建筑油线 就是比较坚固的 你可以怎么样去区分 就是比较 屋领相对比较新的大楼 相对就是钢筋水泥建筑 它的建筑法规 本来就比较严谨 所以其实呢 虽然真的命中 然后就会整栋楼 都炸掉垮掉 没那么严重 而且其实 不知道真的没人说 我们之前也有 就是找一个 我们的顾问专家 提到说 如果真的很不幸 那我们就被这个 我们所在的这种大楼 就真的被飞弹打到 怎么办 那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 你住几楼 假设 然后我住九楼 那你们那种大楼几楼 四五楼 那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就算那个飞弹 真的是从这个 人家的物理这样打下去 但是因为现在的建筑法规 它建筑的强度 其实都非常强 它可能只能影响到 三层楼主要的空间 并不是说 整巴巴巴巴巴 从四五楼 打穿到一楼 所以其实不用 真的那么烦恼 好像有一说是说 921之后盖的房子 相对来说 法规跟建材上 好像比较有一些规定 而且他们有成功 熬过921体证 不是啊 那等一下 如果是921地震前的 不是就是比较薄 叫大家要注意的意思吗 对 不过总之 我觉得叫大家 也不用那么烦恼 说就是真的是 一打就会全炸掉了 对 就是你其实基本上 在室内 还是有一定的保护 但是其实 你现在在一个建筑里面好了 还是有一定的准则 要去参考 就是尽量远离那种 会破碎的东西 比如说玻璃窗 玻璃门 或是有些比较 那个脆弱的木门 为什么 因为就是如果爆炸之后 它们可能会炸开 玻璃碎片啊木屑啊 会用很强的能量 往你身上飞 你说可以被斧头 砍破的那种木门 对对 有一些梗图 鬼垫那样 这怎么爆雷 没有吧 那梗图都已经 传世几百年 所以就是那个东西 你要想到说 它有可能会 间接的杀伤到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就尽量选择 你的所在空间 有两道墙 就离外面的世界 有两道墙 比如说就是 没有对坏床的地方 比如说我很便宜的套房 对对对 就你看不到外面 没有对坏床 这个地方就比较安全 好的 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其实我们 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演习的时候 躲到便利商店 吹冷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真的 遇到空袭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 这种有大片玻璃的 地方避难 不过其实我就是 忍不住在想说 那如果便利商店的话 躲在仓库 是不是比较安全 那仓库 我比较贪心的时候 万一 比如说万一没有断电 你都要躲在冰柜里面 到时候你被困在里面 蛮冷的 你又可能也会被 有很大的危险 不过我刚刚想到 另外一个 冰淇淋商店不行 倒是可以考虑 那个大麦茶 家乐福里面 对对对 我看那种末日 末日的那种电影 那种剧情 好像都是躲在大麦茶 可以活比较久 或僵尸片 对对对 经济之国的闯关者 真的 那没有报的问题 或是什么 迷雾惊魂 之类的 之类的 对因为其他那边 物质比较多 而且其实有很多 本来就是在地下室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选项 就是其实总是提醒大家 不要去便利商店 所以你可能会想到说 那边很多东西 如果受困的话 我可以 仓库好像很多类 是可以吃 对对对 但是其实那些玻璃窗门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大家要小心 对 对就是比如说 其实仓库 仓库本身没有玻璃窗 但是如果外面 全部都是玻璃碎片 没有比较安全 真的 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 事前真的是要约定好 跟家人 同住亲友 或你在意的人的 这种避难的集合地点 因为比如说 我们手册里面 就也有提到 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把这些 家人朋友的联络方式 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 可以集合的点 都设定起来 都事先约定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 大家也要想到 真的会发生的情境 因为比如说 好如果真的发生空袭 或是真的有战争的 情境发生 重大地震 它有可能是重大灾难 那那个时候 你可能跟你同住的 重要亲友 你们不一定会在 同一个空间 你可能在工作 在外面 在同个地点 如果没有停电 然后断网 什么基地台 也许会破坏 也许会是战争 也许会是灾难 就会坏掉 你手机打不通 你们要联络的话 你要怎么样 跟你的这些 重要家人会合 所以其实 最好的方式是 你们就要预先设定 多个 可能也不止一个 就是集合点 就是我们如果 彼此失联的话 那我们要在哪里联络 我们要在哪里 碰面集合 那为什么要一个以上 我们通常建议 三个左右 OK 你可能你们的 必然集合地点 本身被破坏了 那你们就至少 到了里面之后 说好 这边不可能集合 那我们可以到下一个点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 不要约定那个点 然后那个地点 其实实际上不能集合 然后就失联 所以可以设定 这几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要记录 除了就是集合地点之外 你们也是要 可能要事先演练 演练或想象一下 就是那 要怎么移动到 那个地点 因为一样灾难发生的时候 就跟我们之前 提到避难地图一样 有些路径 可能会有危险 或道路可能会被破坏 或是会经过一些 相对高风险的地方 你可能要想一下 要怎么绕 那才可以安全的到达 所以事先准备 这个紧急联络的清单 或者是写下约定的地点 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第一本手册 后面的附录 也都有提供 大家这样子的格子 去写下来 然后可以把它贴在 你们家的门上 那里面有一栏 就想要特别 甚至有机会 跟大家说明 就是我们有建议 大家写室内电话 哪个室 是台北市的室 为什么要把我们 现室的室 为什么要把我们措字 自己在节目里面讲出来 不会啊 讲出来我们就会发现 有没有人有听到 对对对 对好 是现室的室 写室内电话的一大重点 其实是因为 手机你要充电才可以用 但是这个是 算是日常小知识 对 室内电话 其实是不需要插电 对 是直接可以使用的 不过 现在还有人家里 有这种电话吗 对啊 所以如果你觉得 真的可以备用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让你在特殊情况的时候 还有办法联络的话 你可以就找中华电信 拉一条 其实这个 这个没有很多钱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你就可以接到 那个民调电话 哇 可以刚好支持你喜欢的人 好像真的很棒一样 哇 好棒哦 对 我也想到一个提醒来 刚才有想到说 要真的是要资本 抄下来 大家的那个 联络资料 因为现在大家联络方式 其实你可能都是 越智慧新手气 你可能说是 点那个账号名称 去拨 拨电话 好 你现在真的记得 他们的电话吗 就算是 手机电话好了 你背得起来对方的手机电话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事情 如果是最近几年交的男女朋友 你可能就不太记得 他的电话 但记得初恋的 并不是因为比较爱初恋 只是因为以前 所以发生灾难的时候 大家的就是初恋期 就收到电话 你会只记得他 第二个话 好危险 好 我不要接这个话题 很危险的话题 来 Cherry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 这种价要跟大家分享 笑死 好啦 就是回到原本的话题 因为战争可能会是 阶段性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政府下令 疏散避难之前 大部分的人 其实还是会待在 原本住的地方 做原本该做的事情 那 其实就像台风天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物嘛 像上次 台风来 台风假之前 我自己就去拳电 要去买东西 但我设处下班很晚 好像去的时候 全店已经被抢空了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平常都要准备好 对 不要在这种 急难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抢 所以呢 就是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 这些维生物资嘛 当然不可能 所有人最后一刻 再去抢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其实要 想要跟大家分享概念 就是平时 就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啦 那如果是物资的准备上面的话 我觉得 大家可以有想到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随身可以携带的 那种紧急避难报 就是你真的可以 背着带出门的 那因为它是可以 背着带出门 你要真的要扛着它 所以它不会是要你 就是可以背着它 过半 两个礼拜半个月 它可能就是让你 至少一到三天 你的饮水 食物 就是你至少这三天 可以活下来 这是一种 可以直接 真的需要 紧急避难的时候 拿了背包 就可以跑的 那还有一种是 居家储备的物资 你可以想象就是 在家中要出生到 一到两个礼拜 半个月左右的 饮食和水 食物啊等等 那那个概念 其实就是让你说 至少两个礼拜 你不用再出门 去采购买东西 让你活下来 那刚刚讲到说 一到两个礼拜 为什么要 只准备两周 不好 我把一年的份都囤 好不好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取始啦 第一个 第一个最重要 就是你囤一年的话 你的家里的空间 可能不够放 而且对啊 你这样可能 也会放了很久 然后万一灾难 没有发生 你不是觉得 圈圈插杀吗 我准备那么久 结果没有什么灾难 发生 然后就在那边 吃过其失误 好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本来就不可能 囤那么久嘛 而且政府其实 在真的开战的时候 他会有管制 重要的民生物质 因为他必须要做 食物的调控 他不可能让一些人 把食物都囤走 避免有些人 去囤积之后 哄抬物价 所以也不希望大家 就是随时的去 马上去抢购 像之前我不知道 有没有印象什么 我说 卫生纸好像稀缺 要涨价要干嘛 大家去 大家去抢购 去囤一堆这些东西 那其实后来发现 根本没有必要 所以也不用极端的 去收集太多 而且其实目前政府的规划是 当发生一些 重大灾难或战争的时候 会有民生必需品的配售在 就政府会有一些 各个县市 各个乡镇市 都会有相关的这些地点 让大家可以 还是有些 基本的物资的配售 让你可以活下来 所以你自己 自己准备 在一到两周 让你可以让 不用一开始 就需要出外 因为可能一开始 是最紧张 变化最大的时候 那一两礼拜 然后政府可能应变的 一些措施也设定之后 你还可以去外面 去透过政府的 这些民生必需品的配售站 让你得到 你想要的这些 应税啊 食物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啦 就是你如果 家里确实有准备两个礼拜 那你面对变化 就会没有那么害怕 在心理上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安慰跟弹性的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我们现在做很多的 物资准备 还有或是了解相关知识 其实很大一个重点 就是让大家心理安稳 那这个心理安稳 其实很重要 最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 我们其实这一期很多提到就是 中国对台湾 它最低成本的攻击方式 胜利方程式就是 让大家就是慌张慌乱 然后觉得说 我们还是直接投降好了 如果你都做好准备 在这些物资上啊 在心理的这些准备上 都做得很好 那你其实就不用担心 没关系 我有准备啊 我可以活个两周 没问题 那你就不会这样想说 一开战我就想要投降 等等 或者是如果我们的社会 愿意好好去讨论 如何面对战争跟紧急危难 这类的事情 大概离这种投降派啊 然后所谓的和平反战 可能就会更远一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当大家切入 讨论这个议题的点 因为可能有些人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也许讲说 比较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都会想说 我要怎么跟 也许我的家人 或是我的亲朋好友 去分享这个概念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出发点就是 你可以这是一种 防灾的方式去做准备 你也许不定是战争啊 你有可能是 大型的地震台风啊 但是我做好了 一定程度的物资储备之后 他就想 对这样的话 所以他就可以理解说 那我有时候 有些东西也不用那么烦恼 因为也许是灾害 战争也是某一种 极端的灾害的形式 那他就会开始去 由钱到生 慢慢去开始碰出这题 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 对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 一些投降主义的人啊 其实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你看你现在就准备 好像这么多物资 你就不用担心 也不需要别人来救你的 其实都可以为这个战争 做很多很好的准备的 对 而且紧急避难 严格想一想 也没有真的离台湾 一般人这么远 因为比如说最近 应该是南投 对因为大雨 也会造成一些灾害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是有紧急避难啊 然后或者是类似的需求 包括台湾地震蛮多的 其实可能也都有相关的需求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 这个我们进入业配主题 我们这样 我们自己有制作一个 关于怎么样准备 紧急避难包的影片 叫做 从零开始准备 紧急避难包的YouTube 在YouTube上面 在IG上面都可以看到 我们应该会把这个连结 丢在我们下面的咨询栏 有兴趣的可以点一下 可以参考我们的影片 来准备自己的紧急避难包 而且如果同住亲友不止一人 或者是你有动物伙伴的话 这些准备的物资 其实也要跟着搭配 那如果大家就是有看到 之前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影片 其实就是地震发生啊 然后主人就很快速的抱了他的狗 而且我记得好像是拉不拉多之类的 那主人力气很大 就是他就把狗就扛上肩这样子 然后就抓了一个包包 就往外跑这样子 那大家不会很好奇 那个包包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吗 我不要想到狗的重量 或者是主人平常的这个 狗应该可以付一点重吧 就是从狗无限 对 所以大家看到平常是狗派猫派 但我觉得这个重点真的是 大家平常要思考 准备啦 一开始想的时候 可能想到就想到自己嘛 然后想到一句亲人 但是你真的 如果你家里有动物伙伴猫啊狗啊 或是各种其他的可能 那还有比如说有婴幼儿年长者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 是有慢性病的一些同住亲人的话 都要做不同的考量 所以说人数年龄个人需求 你都要去先为这些东西做好准备 而且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比如说婴幼儿好了 婴幼儿他 你不可能可以给他背一个 他可以负重量的一个经济病难包 所以你事前就要规划好说 那要怎么分配这样的重量 你也许有大人 有小朋友 有老人家 所以虽然我们是建立说 真的如果要准备的话 应该是一人一包啦 但是你要分散重量 然后你要分散这个风险 不能把所有的东西 都背在一个大的心里面 一个是拿的很重 再来就是如果真的碰到一些 不法之徒或者很趁乱 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但是我看你准备的很多 我就把你的墙走就好 你就可以掉宝 我就不用准备了 你也会有这种风险 所以尽量把这个分散风险 一人一包 所以对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 或者是有不止一个小孩的时候 谁顾谁要分配一下 鹅鹅唐山大地震的故事 这个我没有看你抱了 我以为是比较像这么说 那个小朋友 不是你带 不是我带 是你带 不是你带 结果两个人都没带 小朋友 要约好 所以要先讨论 或是动物伙伴 你家里的这个 这个阿猫阿狗的 要平常要准备 比如说你家里有几只猫 几只狗 它们的外出的容器 或是绳子是不是够 比如说你家里有两只猫 很多人可能只有一个外出 为什么 因为不会觉得 他同事会出去吗 没有 你可能真的要准备两个 因为碰到一些极端的状况的时候 两个可能都要出门 对 你可能就要先准备好 或者是你要先确认一下 这个万一紧急的状况 它们要怎么抓到它们之类的 对 它们可能躲到一些 你抓不到的角落 对 真的平常 如果是猫的话 平常真的要练习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就是有聊到说 物资准备要分为居家储存 跟紧急避难两种 对 那具体来说 我们应该要准备 哪一些维生物资 才是最重要的呢 对 其实因为一般大家的生活 可能过得都很滋润 所以可能没有想到说 对 很多事情可能是真的 平常日常都会用到 所以简单来分的话 你可以 但最简单 硬食 就是让你活下来就是水跟热量 那水的话就是 以一般而言 我们一般成年人需要是 每天大概2000cc左右的水分 那 但如果要储存 储存的话 最好是买桶装 就是有盖子的 有盖子的那种水 就不要那种开封的 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储存 就是你觉得 比如说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如果要那种2000cc去盛上去 你就可以知道 大概要存多少的水 那食物的话 因为我还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维持一定的营养群衡 所以说 淀粉类的要有 像一些根筋类的 不过那个什么根筋类 我现在一直很疑惑 所以根筋类的那种 为什么特别提根筋类 因为我就在想说 我之前好像有买过那个地瓜 然后想要放一个 就好像放一下 它好像就开始长成不一样的东西了 长出什么 就就变蔬菜了 就变蔬菜了 变成地瓜叶 就不是根筋类 对 所以因为我们特别提准备根筋类 应该是因为根筋类好保存嘛 对 它可能是相对淀粉 是淀粉类的 它有高热量 那相对好保存 那一开始你在哪里买 可能就蛮重要 因为如果比如说 在全联买的根筋类 大概就没有办法保存那么久 我就会像刚刚讲的 这个很快就变成别的东西 所以当然还有些 比如说更简单 像什么坚果啊 或者一些米啊 面肥类的制品 面条那种饼干 干面条 干面条 不要买半生面 或者买汤面回来放 嗯 好 或者像 然后就是淀粉类 然后蛋白质 有些耐放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保久乳 肉干 或是像有些人会 就在健身 会有些那种蛋白 高蛋白那种粉 然后可以用葱泡 那也是一种蛋白质的来源 或是一些肉类的罐头 也是会有蛋白质 那当然还有什么 很常见的泡面条 那也是可以放比较久的食物 那还有些很重要的是 那种可以很快补充 热量的食品 像那种能量棒啊 巧克力啊 或是糖果 它有相对好保存的 但你可以很快的获得热量 不会就是很快的饿死 这样子 那所以一样哦 还有刚刚提到的 婴幼儿 或是这个老人家 可能要准备复合 他们的食物 也是要一两个礼拜份 还有就是动物伙伴的这些 他们所需要的食物 所以其实就是家里面的 成员的综合考量 都要一起考量进去 那比如说像生鲜类的 大概就不太适合 作为避难的粮食了吧 对 因为你看平常的时候 我们虽然想到有些东西 可能可以干嘛 这个可以放冰箱啊 可以冷藏啊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 暂时的话 不一定都会 一定会断电 但是供电可能不稳 那些东西 生鲜食品就可能容易坏掉 所以你可能是要 如果你想要牛乳的话 叫保酒乳 就变成那种咸奶类 然后所以如果真的 比如说因为家里可能 偶尔还是会有些 生鲜的蔬瓜等等的 的时候 好如果甚至碰到 你必须要吃的时候 你要先从容易坏的开始 就是你不要把 你不要先把那种 就是可以放很久的吃掉 然后最后变吃坏掉的 生鲜类 对所以还是要评估一下 你要怎么去安排 这些热量啊 或饮食的顺序 那除了食物跟水之外 应该也还会需要一些 急救包之类的东西吗 对 这个也是平常 我们可能会想到 也许平常我们 有点化到受伤 或者是什么的 你可能去附近的药具买一下 可是如果真的碰到 你可能也 这个不太方便 出门的情况呢 那这些东西 平常都要准备好 而且还是如果 真的碰到一些 就是很快就要 现场进行处理的时候 你可能要把这个东西 准备好在家里 这也不一定是战争 或者时候需要用到 所以我觉得可以 有几个方向啊 你看主要可以想象 就是有清洁消毒的用品 跟止血包扎的用品 比如说像清洁消毒 像 现在疫情之后 大家相对比较有概念嘛 像一些酒精消毒 或是干洗手 然后你会有一些 可能要去擦拭伤口的 那种棉片 或是像那种 一般大家都有 淡眼前进啊 或是那个 生理食言水 对 然后或是像 白药水油点等等 那个可以去清洁你的伤口 把你的伤口 一句不干净 可以稍微做清洁和消毒 如果是那种 是比较状况 严重是粗血 就是你的伤口 不是只擦伤那种 你可能需要 稍微做止血和爆炸 那其实可能就需要 准备一些更多东西 像什么 像有种东西叫止血袋 那止血袋的话也许 或许我们机器 会做更多的介绍 到底有哪些类型 然后要怎么使用 那当然还有 这个比较常见的OKBone 或是一些简单的人工皮 或是一些像那种纱布 可以让你做一些 简单的爆炸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其实 可以参考很多的 明显团体 现在在网络上 对我一些线上的 教学课程 教大家如何简易的 去做止血爆炸 因为 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学 因为虽然大家都不希望 碰到这种情境 但是这个事情 不只是帮自己 而且如果你真的重要的 亲人 亲友 然后在你旁边身边 非常需要你的帮忙 而你没办法帮助他的时候 学到一些基础的 这些基础技能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 你可能是当下 唯一可以帮到他的人 刚刚讲到的那些 清洁消毒用品之类的 应该其实药局之类 也许有卖一整个package 大家可以准备在家里 都不是坏事 对 大多数你那种 其实药局都会卖那种 那种比较像 有些种个人包的 或是那种家庭包的 它里面大多数的东西 都在里面 那如果你就可以自己 再跳跳看路的方向 有些你是额外觉得 你想要再增加的 你可以再去网路上 或其他药局 看看有没有更需要的东西 对 而且除此之外 我觉得有个东西 要请大家 就刚想到说 你有婴幼儿 你有老人家 或你有动物伙伴的话 你要特别照他们的需求 可以有准备一些特别的东西 那所以有时候 还有一个东西 家里如果有慢性病的患者 你可能要帮他做的 这些药品药物 都要先做好准备 你不能够到时候 再临时收等等之类的 不过现在健保局 这个处方药物的规定 蛮严格的啦 其实好像各家都算得蛮准 有的药物 甚至是吃完的当天 才能回诊拿药 不太能囤积 所以这边我们的建议 可能会是 影印处方前来做备用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说 很多药物就是 他会给你吃给你三天五天 或者看你的药的情况 才给你 不能让你吃太多回去 怕你这个臀药或是乱用 精神科药物都给四周 对对 怕你太快 一次吃太多 但是因为 但是这个处方间 硬着背的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 在不同的心口 不会在你原本熟悉的药局 或是 碰到你原本的医生 你可能会到了其他地方 你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处方签 去附近的诊所药局 去拿到你真的需要药物 而且那个可以证明 就是你的身份证件 你配着的话 你再可以得到就是 对 你再可以得到 应该有的医疗照顾 所以影印之后 也可以就跟紧急病弹包 一起放进去 对 那另外也是 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技巧 可以做一个紧急的 这个医疗需求的小卡 那记录自己的血型啦 过敏东西啦 或者是慢性病 跟特殊的各种疾病需求 那放在身上 就跟身份证的功能一样 这样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 急救人员可以更快速的 掌握情况 对 因为其实最常见的话 像血型 比如说 如果真的发生状况 然后如果你又没有医疗的话 那医疗人员要帮你输血 那你知道他 那他不知道你什么血型 那该怎么办 他可能还要去检测 还有什么 会非常的麻烦 或是其实我觉得 还有很重要 那你自己的同住的 重要的家人情友 你也要记得 他们这些资讯 当然 准备料小卡很重要 但是你们如果可以的话 也请记得 这个彼此的这个血型 你记得吗 我记得 现在要互考时间 对 你记得那个同住 重要亲友的血型吗 还有没有过敏 对 因为可能有些药物 会有过敏的问题 好 对 这是大家的回家作业 大家回家作业就是 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要稍微再多注意一点 对 而且还是 然后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 就是刚刚提到 前面那些物质之外 还有比如说一些 常见的药品 卫生用品 消毒用品 也可以都准备着 其实 我觉得是有点像 就准备一个 比较复杂的出国行程 我感觉你可能会去一个 你什么都没办法再额外取得 所以有一点点 几率用到的东西 你都要先准备好 比如说像 常见的什么止痛药 消炎退烧药 感冒药 或者一些 简单的外伤的 一些药膏等等 或是 当然你自己个人 需要的一些药物 你自己的慢性 离病药物 抗过敏药物 或是你有气喘等等的 或厨房器人 刚刚提到的 还有当然 就很简单的 一些简单的卫生用品 比如说 消毒的酒精 湿纸巾 卫生纸 还有就是 如果有需要的 不管大人或小朋友 尿布 或是当然 有些人会需要生理用品 各种生理用品 可能有不同的优缺点 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 或者是你在室外 真的有时候 请提状况 你没办法取得 干净的用水的话 你可以先去一些 户外用品店 买净水钉 它可以帮你做 基本的消毒 让你在室外的用水 你还是可以 自己取得的用水 还是可以喝 这边特别提醒 身体用品 现在有很多选择 因为是紧急避难 准备的 所以务必注意 到时候 可能不一定有 干净的水 可以使用的问题 所以这种时候 最好是 抛弃式的产品 可能比较适合 准备在紧急避难包里面 不管你平常 使用的是哪一种产品 在这个时候 可能是 卫生棉或棉条 这类的东西 会比较适合 棉条也分很多种 植入式的 可能就不太适合 因为可能会没有 干净的水 可以清洁你的手 这样子 我们这个民房观望 什么是 制作到目前 是第四期 那如果大家 还有想要了解 关于民房的什么题目 也都欢迎留言 告诉我们 那之前其实 有一些留言 还蛮有趣的 对 有个留言 我看到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他其实想说 有点小伤心 难过 有点真情 他开头就写 想不到你们是这种人 健康的社会 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对 然后后来就写说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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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支持 这样护台言论 好险 看来我们的TA设定 还是正确的 看来大家没有 误会卧槽太多 对 对 没错 当然了 我们当然是鼓吹 大家 所以我们一起 要准备好 当好做出抵抗 其实必须 我们再次强调 做好准备 做好抵抗 做好防卫自己的准备 其实反而是 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 因为你提高了 中国侵略的成本 他也会算 他也会觉得说 好像没那么容易打下来 那他就不会开战 反而是问你鼓吹 就是说我们不要抵抗 我们不要买武器 我们不要做准备 不要讨论这种敏感的意义 你就给对方 趁夕而入的机会 中国反而会打你 所以做好准备 反而是真正的 和平的支持者 被战才能必战 有没有错 然后还有非常感谢 刚刚那个应该是在 App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留言的 对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五颗星 或者想要听什么题目 也都欢迎许愿 对 然后另外 但是其实如果 也不一定用Apple Podcast 给我们回应 还有个地方 其实也蛮不错的 我们很感动 我们在YouTube 我们有放上 我们的Podcast节目 然后有一位 读者 读者 听众 叫什么 祭司 祭司骂 祭司的祭司 这个超级感谢300元 谢谢我们 没有我们才要谢谢你 因为我们也是 其实我们做 就是做这种节目 就觉得说 到底有没有人在听 到底大家有没有 什么feedback 你们的支持 不管留言支持 或是很实质的 这个现金的支持 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 也欢迎就继续 告诉我们 我们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或是想要听哪些题目 好 那下一集 我们就会来聊一下说 外出避难 或者是疏散的时候 还有哪一些安全事项 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卧槽民放 共有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放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放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放议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 followers of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EG 我们的 podcast频道 EG 我们的 podcast频道 EG 我们的 podcast频道